这段时间,北约对俄罗斯的逼迫越来越强,从经济制裁到军事演习,甚至于不惜通过收小帝的方式,最后者进行围堵。 而不久前,就有消息称,瑞典和芬兰,可能会成为北约新成员,这将对俄风所现变得更加完整,进而向北延伸至北冰洋。 此外,日前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还表示,其有意将格鲁尼亚纳入北约。 众所周知,北约全称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,而格鲁尼亚却在黑海以东,与俄罗斯西南部接壤,离北大西洋有数千公里之遥,前者此举的敌意显然已十分明显。 反观另一边,目前俄主力舰队黑海舰队,驻扎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塞巴斯托波尔港,与格鲁尼亚和黑海相望,有三艘巡洋舰,两艘护卫舰,两艘常规潜艇,以及一些其他的小型船只。 战斗力并不算强悍,却是俄维是自己在中东影响力的关键力量,所以对于斯托尔滕贝格的邀请,尽管格鲁尼亚方面并没有做出回应,但俄罗斯却早已坐不住。 普京随后表示,如果格方加入北约,那么俄军不惜再次对其出兵,以维护该地区稳定。 今年5月,俄方已经向保加利亚、罗马尼亚边境更派了约1.3万名士兵,资料显示,在2008年8月,格鲁尼亚就与俄为争夺南澳塞T而爆发了战争,俄方还陆空联合作战,在短时间内将俄方驱逐出该地区,取得胜利,并且在此次战争中,俄方还进行了大规模的线上攻击。 作战期间,格方网络基本瘫痪,格方显然清楚自身位置的敏感性,如果倒向北约,俄飞海舰队将处处受制,北约方面也因此给自己很多好处,但它同时也对俄方军事实力有着清醒的了解,如果触动了普京神经,那么无论北约是否会全力出手,自己都不会有一个好下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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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